在基隆港务分公司主導下 在中正路海軍威海營區 舉辦基隆市威海營區 第二階段拆除工程祈福祭開工典禮 讓軍港西遷工程持續進行 從106年啟動軍港遷移的工作 到現在 在今年的7月21號 港务公司 把新的威海營區 第一期的工程 給交給軍方 軍方並積極地在8月份完成翻簽 這也就是一個階段性任務的一個完成 同時也代表 軍港西遷的政策不是口號 而是已經逐漸地在落實當中 對於軍港西遷後 未來東岸港區和市區將有更多可以發展的腹地 立委蔡世映和基隆市長林佑昌為基隆未來二三十年的建設發展奠定基礎同感欣慰 也非常感謝總統蔡英文以及歷任行政院長和交通部長的大力支持 那未來這個地方還有兩個重要的重點會繼續推動 第一個就是在港區內的東四動物碼頭 剛才總經理提到的 未來會作為客郵輪補給的基地 以及相關的工作 那這樣的規劃有在於下一次我們郵輪的整個的發展 再做重新的來檢討 走東四的管理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這個場域 這個場域我所了解的未來也會交給國產署跟我們的基隆市政府 在做後續的聯合開發 那大家都說基隆市在這個地方都沒有商業的區域 基隆市的商業區域很少 我們期待未來在這個地方能夠轉型作為一個商業的用途 讓基隆市多了一個商業空間 那這樣的一個商業空間 讓基隆市的城市競爭力 整體的活動更加的樂弱 我最近遇到幾個行商的好朋友告訴我說 他們覺得在這邊蓋Outlet還蠻不錯的 為什麼搭配郵輪母港的政策Outlet會吸引很多人 這只是一個參考 過去大家常常講要振興基隆的經濟 要促進就業 嘴巴都會講 但最困難的是什麼 其實是我們基隆市沒有投資的土地啊 我們基隆市是一個發展得很早的城市 所以在我上任之初 幾乎找不到一塊基地是可以讓企業家來投資的 所以 投資者為什麼會卻步 就是他找不到好的投資的機會 沒有土地 經過這八年的時間 四港再生 其實我們把整個都市的條件 還有包括都市的城市的內部的一個土地 我們把它重新做了都市的一個規劃 我們把它重新定義 重新賦予新的機能 這個其實才是真正能夠讓基隆市振興的一個關鍵的要素 所以我可以很負責任的 也可以很驕傲的跟基隆市民跟所有我們在座的貴賓報告 其實我們已經為基隆市的城市發展 安下了一顆可以可長可久一二十年經濟就業產業發展的引擎 就在我們今天的這一塊131建規劉基地 就在對面的C456號馬埔的基地 我相信透過基隆市跟我們港公司 在積極的一個努力跟合作之下 整個市港的一個繁榮 我想是精彩可啟 市長林宥昌也特地和立委蔡世映 基隆港務分公司總經理高傳凱 以及基隆市議員張浩漢等人 一起在即將拆除的海軍131艦隊 立排前面合影留念 留下為基隆共同打拚進步發展的時刻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